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薰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 要不要晚一點 魔女之家MV 好啦 上一集我們順利的在四樓 對 在四樓 讓四個方形都發出聲響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進到下一個層樓了 然後 呃 下一層樓好像是頂樓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吧 你還好嗎 你是不是 我也鼓勵吃太少了 骨子疏鬆 腿折斷 這個還可以跟他對話嗎 白劍和黑劍自動上下彈奏 欸~~~ 左下角 喔 這邊一直都有隱形的觀眾是不是 好 我懂了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是先說一下 我們這集一定要有like challenge 呵呵 那個人一直在動 只要這集如果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會再推出 應該說我們就會開始錄製下一集的魔女之家MV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看情況 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繼續前進 OK 門打開了 這邊的音樂怎麼那麼詭異啊 女性的雕像正在湊氣 搭話 喔 我的戒指到處都找不到 你的戒指 你的戒指在哪裡 誰啊 誰那麼生氣 你跟鋼琴有仇嗎 你為什麼要砸鋼琴 發生什麼事情了 先去存檔 黑貓應該還在吧 還在還在 黑貓 好大聲音講發生什麼事了 有黑貓在我就放心了 你真的是骨質疏鬆欸 去吃一點微鼓力啊 呃 從這裡進去嗎 壁爐 虧視裡面 我不想虧視裡面欸 怎麼辦 好啦 仔細一看 地板上有個掛著鐵踢的洞 咳 士兵神有移動 可以不要臉變成那樣嗎 是要往下爬 欸 我全身發毛欸 你這個士兵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就只是骨質疏鬆而已 等一下 這邊怎麼 充滿著雕像 好可怕喔 怎樣啦 好啦 我走這邊 欸 不要這樣對我好不好 還是這邊地板太老舊了 把門打開 欸 這邊是不是沒有黑貓啊 欸 廚師不見了 鍋子放在爐火上 嗯 把火關掉吧 然後呢 我們要找戒指對不對 戒指該不是在鍋子裡面吧 很燙的鍋子 查看 金屬材質的鍋子 看起來已經使用過很長一段的時間了 也都... 聞味道 奇怪的氣味 無法勾起食欲 那個廚師是不是都在...都用人手在煮湯 也難怪會是這個味道 痾...打開鍋蓋 用附近的抹布抓起鍋蓋打開 然後呢 在鍋裡尋找 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徒手去碰 所以我們要找... 筷子嗎 是嗎 排列的餐具 玻璃杯和調味料等等 沒有什麼值得在的東西 你都說排列的餐具了 就拿個隨便一個餐具去找不就好了嗎 嗚 真的嚇到我了欸 欸 總之應該進去這裡 這是什麼 骷髏欸 滿滿的骷髏欸 這邊是放食材的房間嗎 是要煮什麼豚骨拉麵大骨湯嗎 這是什麼 在肋骨的間隙中插了一雙筷子 拿走 我們可以這樣直接拿嗎 金筷子 欸這邊不能跑欸 是可以直接拿的嗎 這些骷髏... 嗯 我不想回去了 呃... 我們有筷子對不對 那個... 金筷子 往鍋裡尋找 嗯 有什麼掛在筷子上 嗯...那骷髏在看我啦 得到豬的戒指 點點點 你不要這樣一直看著我好不好 好可怕喔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回去嗎 打不開 什麼 怎麼突然出現一張紙啊 天啊 把使用完的東西放回元素 難怪你一直看我是嗎 使用完的東西... 什麼 蛤... 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 使用完的東西放回元素 你們要看死法對不對 如果放錯了會怎麼樣 可是... 上一個黑貓在很遠的地方欸 你們真的想看死法嗎 我記得這邊就只是被刀... 一個飛刀打... 刺死而已啊 這邊會拖很久喔 金筷子 把金筷子放回去 放在哪裡 好啦這邊就... 各位看完這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我...我...我真的不是... 收集全死法的那種... 影片上傳者 你們... 要找應該還是很好找的 我還是...我這邊還是不要死好了 那個...肋骨 把筷子放回肋骨的接種系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好了啦不要在那邊... 這邊真的很可怕 真的 你們自己親自來玩一下 好謝謝 不然他們就會跑出來 這邊真的...什麼 聽到有誰走下我的聲音 他的... 我要拉著頭在抖動欸 他也很害怕 哇... 嗚... 喔這邊的石法會跳過喔 真的很抱歉各位看官 不過這邊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喔 成功了吧 恩...恩...道具 豬的戒指 帶上戒...欸為什麼是豬的戒指啊 這是... 謝謝你 我沒有給錯戒指吧 魔術傳來開鎖聲音 我應該沒有搞錯吧 門打開了 恩... 誰啦...在那邊 奇怪耶 這邊是哪裡 嗚...大聖堂耶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恩... 喔... 這是什麼東西 一個...不是啊那兩個人看起來一模一樣 只是一個是幻影一個是真的 哇... 娃娃耶...他們會不會突然動起來啊 可以...可以出嗎 不行 好...這我看懂喔 這應該是... 其實這個社會來說還是... 有點不友善的喔 不過我猜這個應該是藍色喔 是嗎...是藍色嗎 欸...都喔...放置人喔 顏色要相同喔 但是...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顏色都看起來很像 這樣對嗎 不對喔...那個反了 還是... 還是... 這個是紅色嗎 我說...我...我真的... 對我來說真的顏色都很接近喔 放置人喔 所以...這個是... 最右邊才是藍色嗎 喔...好了...開了 這真的對我來說不友善喔 對我來說... 紅色跟綠色很像 藍色跟紫色也很像 好不好 好...門打開了 那些娃娃在... 做什麼... 那些娃娃在幹嘛 那些娃娃為什麼要叮... 我最... 討厭的事情 就是看到人偶動起來 我最害怕 這裡似乎是最頂層的 第三集嘛 第三集存...第三個 好...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 這是一朵花 貴安 好...花會跟我... 問好... 不過在魔女之家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 不稀奇了好不好 這邊...一棵樹 年老的樹木 有什麼...是嗎 只有點頭跟搖頭嗎 點頭 老夫...跟你... 無話可說 你給老夫安靜一點 哇...這個樹會神氣耶 欸...還有畫耶 對了...你啊 能紀錄時間的東西 絕對不能去觸摸 好...這邊記一下喔 這...各位看官一定心裡在想說 去碰 去碰 會紀錄時間的東西 好...我等等會試著去碰看看 好...接下來先去左邊好了 這邊會不會出現嚇人的東西啊 欸...馬上就出現了一個時鐘耶 天啊 有說大興立宗 始終精準的刻畫著每一秒鐘 觸摸 我們來看一下喔 沒有什麼... 非常的簡潔直白喔 你看...哪...哪有人會聽一個老樹跟他說 欸...不要去碰會觸碰時間的東西 然後過了沒幾秒鐘馬上去碰 這麼做死的小孩 應該活不了多久啊 我們繼續...前進 有沒有一些花 果不起來這些花會說話 我真的...一點也沒有感到煩躁喔 臭傲嬌 那孩子不在的話 我們就是這裡最最最美麗的啦 對吧 感覺... 給人的感覺不是很好啊 壞心眼 不知道有誰能把那孩子擦掉 這樣的話...喔對了 我們頭上長出的粉 就算分一點點給你也沒有問題喔 你要給我粉 或許之後會用到吧 哎呀...你的手臂可珍珠啊 沒辦法 你們是植物 你們的筋就是那麼的細好不好 那邊有床耶 那邊可以睡覺嗎 還真的可以耶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先結束啦 沒有啦...開玩笑的 不過我真的想直接躺下來睡覺 虧探桌子下面 喔...又有嚇人的東西了嗎 頭蓋骨丟在地上 撿 欸 拿著頭蓋骨不會有事吧 嗯...好啊 他說要我把那孩子擦掉 啊這邊是什麼 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嗯... 這邊怎麼有流血的字啊 把花擦掉的話你也會死 是嗎 把花擦掉的話我也會死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把花擦掉的話我也會死 是這一朵嗎 應該就是了 擦掉 我也會 直接被擦死啊天啊 所以不能把花擦掉 那我媽怎麼樣才能拿到粉呢 看一下這邊寫什麼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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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裡紀錄下他們的特徵 白色的花 是這個庭院裡最美麗的花 當雨水淋在花朵上時 花瓣會發出不可思議的光芒 紅色的草 知識的淵薄 但是他們常常說謊 對話的時候 必須要特別注意 我...我被鄰居的聲音嚇到了 黃色的花雖然可愛 但個性不太好 從這種花朵中取出的粉末 既能殺人也能救人 是很高級的藥材 所以我們要高級的藥材 做什麼啦 好 我們繼續前進 上鎖了 鐵在藍裡面一片漆黑 什麼也看不見 這邊呢 把藥 不要把話說一半好不好 上鎖無法打開 從裡面傳來某人的聲音聲 搭化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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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你身上 有藥嗎 沒有 被吐了口子 喔好兇喔 好啦 你可能病得很重喔 需要吃一點藥 不過 剛剛沒有 一個金屬製的鳥籠 嗯 觀察一下 感覺裡面有什麼東西 虛弱的拍動翅膀 緊的打不開 好 這是什麼? 你就是紅色的潮 你是來聽擦掉花的方法了嗎? 想聽 拔出以及折斷這兩個方法全部都是正確的擦掉方法 各位看官注意 紅色的潮很會說謊 所以這句話是假的 那 全部都是正確 兩者皆是 的相反詞是什麼 其中一個 是 或是 都不是 所以這兩個有一個是錯的 所以就是拔出以及折斷這兩種方法 其中一個是錯的 好拔出折斷其中一個是錯的 沒有一個是正確 沒有一個是正確的相反是什麼 至少有一個正確 好繼續 扯斷以及拔出這兩個方法 至少有一種是正確的擦掉方法 注意至少有一種 的相反是什麼 沒有 就是沒有 就是小於1 大於等於1的相反是小於 所以 扯斷跟拔出 都 不是 所以是什麼 是折斷 折斷就是正確的 擦掉方法 順便印證了這句 拔出以及折斷 全部正確 相反 只有一個正確 折斷 好我們現在就去折斷花花 這邊沒有嚇人的東西 恩 為什麼突然出現 小小的頭蓋骨 撿 應該不會出現什麼嚇人的東西吧 折斷囉 喔 不過折斷你後面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貴安 折斷 喔這是聲音天啊 好可怕喔 再發出奇妙的聲音齁 美麗的花死亡了 欸 黑貓剛剛是不是有反應我沒注意到 你好過分啊 欸 我是被 我是必須這麼做好不好 不然我拿不到藥啊 我拿不到 黃色花花粉我就沒有藥 我根本沒辦法繼續前進 好啦 隨便啦 接下來呢 接下來是 去找黃色的花 聽見了 那還是醜陋的聲音 聽見了聽見了 呀哈哈哈哈 最過分是這些黃色的花好不好 欸 啊 有一定好的東西是吧 給你吧 得到了白灰色的粉 好我們去找 好啦謝謝你剛剛救了我好不好 好我們去存檔 白色的花瓣散落在地上拿走 花的殘骸 花的殘骸 白色的花瓣的水會發光 所以我們還需要找水是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得要去 給粉 對吧 給那個人 黃色的粉 某人的聲音聲 搭化 你有要嗎 有 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給我 求求你 我們要使用道具 恩 白灰色的粉 有誰抓住了鐵柵欄 喂 把那個給我 給他粉末 順著鐵柵欄的空隙 將白色的粉 遞了進去 有什麼人迅速的伸手搶走粉末 啊 啊 怎麼會這樣 沒有那個 要是沒有那個 要是沒有那個 不就沒辦法吸了嗎 什麼吸 你在說什麼 鳥龍倒了下來 門上的角鏈鬆開了 呃打開鳥龍的門 把鳥龍的門撬開了 喔 看不見的東西 飛了出去 恩 懂得 什麼東西 啊可以吸的東西 哇原來是那種藥嗎 好喔 藏在黑暗之中 藏在黑暗之中 你是說剛剛有一個 黑 很黑很黑的房間嗎 好我們先存檔喔 他需要可以吸的東西 我們還要繼續幫他嗎 他要吸那種藥 好鳥吃綠色是吧 喔這邊果然打開了 好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是什麼 毒素正在釋放 穿上沒有顏色的斜層的通過 好各位看觀想看釋法嗎 我們就讓這個倒數持續喔 然後我們 順便來調查一下好了 滿是灰塵的髒衣櫃什麼也沒有 滿是灰塵的髒衣櫃好 這個呢 筒子裡面什麼也沒有 空瓶子 來不及了吧 得到空瓶子 還有什麼我們等等記一下那個位置 頭蓋骨 拿走 得到頭蓋骨 好結束 這個死法也太特別了吧 他好像是 用了什麼瞬間移動平空消失了一樣 好我們繼續 總之我們接下來是做什麼 先拿那兩個東西 然後趕快離開是吧 頭蓋骨 拿走 得到頭蓋骨 然後 空瓶子 得到 拿走 然後 這邊 這個踩的會怎麼樣 我們在浪費時間耶 我們在浪費時間耶 不過各位看官看到兩種死法了 賺不賺啊 然後我們還要在中心再拿來吃那兩個東西 好拿走 然後繼續前進 拿個瓶子 空瓶子 拿走 然後趕快快步離開 那邊還有一本書耶 看一下 看一下 這本書寫什麼 骷髏士兵 閱讀 欸 秒數不會跑了 我可以慢慢念 在某個地方有一個士兵 他的國家已經滅亡了 可是他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不但如此 他甚至沒有發現自己早就已經死了 那個士兵雖然已經死了 卻 人在巡邏著 站在城堡廢墟正中央 正面右 左 正面右 左 頭 持續的擺動著 然後 就 放下 然後 就 樹 喔樹還在 原來是四角的問題啊 我剛剛想說樹怎麼平空消失了 好我們現在有 我這邊解謎的 比較複雜 有空瓶子 空瓶子是裝水 在裝花的殘骸 頭蓋骨應該是在某個地方 要以正面右左 的順序 來擺放 那我們先去找水吧 現在剩下唯一沒有去的地方應該是 上面 這裡 喔那個打開鐵栽含的聲音好刺耳喔 這是什麼 有個生不見底的大洞 生不見底的大洞 他這邊呢 水被頭蓋骨封印著 喔好 成就的壺 把手伸進去 裡面有個頭蓋骨 得到頭蓋骨 正面右左 等一下喔正面右左 有個拉桿 什麼事也沒發生 正面右左 喔他有一個那個耶 他有一個路線 有花一條線在 頭蓋骨下面 所以我們看那個就好了 正面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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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是正面 喔還好有那個路線 不然我真的是看不懂 正面 放置 正面 然後右左 正面 然後這邊就是右了 頭蓋骨 右 左 正面右 左 正面右左 所以這邊是正面喔 應該沒有錯吧 雖然他的下一個是正面 但是到這邊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邊是正面 然後拉拉桿 有個拉桿 拉 全部 喔有水了喔 水做得還蠻不錯 蠻 蠻細緻的 那個那个 塗樣 Whats 啊 我們給他咬一下好了 哈哈 欸 欸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版本的那個 比較可怕耶 應該說比較獵奇耶 你在那邊咀嚼 吃起來很像雞肉是不是 崩嘎脆 然後我頭蓋骨又要重放一次 真的是很棒 好 開始看一下好了 我們就快速的帶過 正面右左 正面右左 正面 右左 正面右 啊 裡面還有一個 等我一下 裡面還有一個頭蓋骨 等等的追逐在應該 正面右左 正面右左 正面 等等追逐上應該不會很難吧 照我剛剛看 其實要跑應該真的很好跑 喔對喔 好 拉拉幹 嗯 拉 其實這一樓目前看來是沒有很恐怖啊 跟那個廚房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 雕像 給雕像戒指那邊 我覺得那邊比較恐怖 我真的整個毛都竖起來 好 不要拉可以跑喔 喔 真的 我覺得這個版本的 頭蓋骨比較可怕耶 等一下等一下 他要追到什麼時候 結束了 椅子在幹嘛 椅子做什麼 椅子不要 椅子乖喔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啟動了水是吧 好 欸 這邊有蝌蚪耶 爸爸死掉了 喔 天啊 他的爸爸是那個青蛙對不對 好啦 對不起嘛 我沒有辦法 爸爸被一條蛇吃掉了 喔 我 我真的是別無選擇喔 好不好 就是被你殺死了 謝謝 謝謝 這個 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這 沒辦法 喔 這我能怎麼辦呢 就不要跟蝌蚪說話三次喔 各位看官 筆記 寫清楚啊 寫 用用紅筆 這是重點中的重點 不要跟蝌蚪對話三次 裝水 把水裝進也空品 我們繼續前進 嗯 看起來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道具 呃 花的殘骸 把花瓣放進瓶子 把花瓣放進了裝水的瓶子裡 瓶子開始散發著光芒 得到了發光的瓶子 喔 看起來四樓 解謎的要素好像比較多喔 四樓可能會花比較久的時間去玩 不過我還是盡量 就是加快實況的速度啊 不要玩太久 喝了一半的生薑茶 我可以喝一口嗎 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下一集我們就帶著這個發光的瓶子 我們要進去黑暗的房間裡面 一想就覺得很可怕 這應該就是 這個四樓最可怕的地方 不是四樓啊 頂樓最可怕的地方 不過呢 我們可以先在這邊 做一個ending 對 然後我們下一集再繼續 好了 那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大力的分享中跟朋友喔 想繼續看的話 希望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之後 看到別人的我點數碼 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對我們朋友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 便宜的喜歡和留言 今天見你舒服 所以大家動力唷 也別忘了喜歡我們的讚 順便追蹤我IG 好了 那小明天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看著這神聖的石頭 神聖的發生 散發著藍色光芒的石頭 對著他跪敗 他是如此的神聖 如此的耀眼 如此的散發著光芒的一個石頭 所以就是這一個石頭 很強烈的石頭 你可以看到